那比上週比起來都是40%的增加 那我想我們自己的疫情 第三波疫情已經確定開始 我們針對0加7的自主防疫的指引的部分 來做一項的修正 0加7自主防疫有一條就是 禁止前往醫院陪病探病 那建議延後非急迫性的需求的 醫療或檢查 那並避免前往腸道機構 這一條我們就改為 就是這個紅色的字的部分 就避免前往醫療機構及腸道機構 那如有必要前往需具 當日的快篩檢測陰性證明 從1月1號開始 會對從中國來的民眾的乘客 來做這個生活拖曳的一個PCR 但是我們還是 針對所有入境的民眾 都還是會發發給4劑 4劑的這個快篩 那也就是說跟先前的規定是一樣的 就是入境當日或第一天 那可以先用快篩來檢測 那有症狀也可以用快篩檢測 另外如果需要這個兩日內的 只要用快篩的一個陰性結果 才可以外出 叫外籍人士在台感染治療 他的費用從明年元旦就要自費 不曉得有沒有統計 他們外籍人士累計在台灣 治療的花費跟人數有多少 輕症是每次的醫療費用 大概是1200到1300左右 那重症 重重症隔離治療費用 大概每個人是5萬到6.5萬元左右 那 所以 整個輕症的 從4月到10月 我們大概 總共花費是3.14億 那重重重症的住院的部分 大概是花596萬 比上週比起來都是 40幾%的增加 那我想我們自己的疫情 第三波疫情已經確定開始 那 所以在這邊還是要呼籲有一些 我們國內的民眾還是有一些措施 要趕快去進行 那麼我想 無論是不是確診 那只要符合間隔時間的 都建議要追加這個畢業.5的次次帶疫苗 目前我們的 次次帶的疫苗的這個 覆蓋率 大概只有12%左右 我想還相當低 那希望大家在這個 年前 盡快的去接種